哇 终于挤进来这个2024城主车展的9号管 这个管呢被比亚迪整个包下来 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大气 那首先呢要介绍他们这一次城主车展发布的这个新车 海豹06GT 那看这台车呢 它是基于一平台3.0 EVO这个架构去打造的 你看到它这个造型就很明显能看出 它是很有那种欧系Hot H的风味 尤其看到这个非常低趴非常俯冲型的这个磕头设计 还有非常敦实紧致的这个车尾的设计 这个小钢炮的这个味道啊 毛的一下就上来了 那这个车呢车身长度并不是很长 4米6的这个长度 车宽呢也是1米88 但是它轴距呢去到了2米8级 那所以整个车内的风间呢 我们进去看看到底够不够用 这位内饰呢还是一贯的海洋的风格啊 就是这种非常海洋气息的那种流线型的一个设计 那不过呢这一次呢 它加入一个更高阶的低0100的这样一个支架智能座舱系统啊 那这套系统呢 它的整个流畅度 包括它的这个功能性呢就更加的强了 不过呢这个内饰呢 我个人感觉呢 它的运动气息啊 还其实还可以更强一点 比如说加入更多一些Alcantara啊 或者说去加入一些更亮眼的一些缝线去 让整个内饰呢看起来会更运和一点 不过呢我觉得比亚迪还在场 而作为一台紧臭两厢车呢 它的后排空间呢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呢是我调好的一个座姿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裕的 但是呢头部来说有一点点压抑啊 尽管它又它的身高呢不是很高 所以做起来感觉呢 其实是跟一个缩小的一个海报 是非常一样的 不过呢它的地台呢 相对来说 呃 不算高也不算低 比之前有一点点优化啊 整个空间来说 应该不是卖空间的那种产物 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卖架控卖驾驶的 至于续航方面呢 它提供的是59度和73度两款电池啊 能提供CLTC500以及600 以及550公里的三个续航路比较啊 那么今天这台06GT呢 也正式开启了盲地了 盲地的价格是15到20万的 不知道真正上市的时候 这台车的价格 会不会有更大的惊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